全球needs radio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欢迎您锁定观点会客室 我是主持人陈伟 双十国庆总统谈话 分析了目前的全球变局 也宣告了将要有全新的经济战略 能不能赶上全球各大厂的绿化趋势呢 今天在节目中我为大家邀请到两位来自 台湾青年气候联盟TWYCC的成员 其中一位他是今年9月青年抗暖化大游行的总招赵品玉 哈喽品玉你好 大家好 然后另外一位他曾经担任过执行长 现在也相当活跃于联盟当中 他是柯建佑 哈喽建佑 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首先想要请教 就是我们看到了双十国庆总统谈话的重点 其实提及了台商回台投资 一直累计到截至目前有破兆元 那又宣告了将要投入全球的供应链 变革的这一波趋势当中 不过啊 在过去我国招商引资的向来的优惠模式 常常就是对所谓的工商业大户 水电都相当的低价 这个其实在现在对抗气候变迁的世界潮流当中 并不是这么符合整体世界正在变革的趋势 所以直辞转变之际 我想请教联盟的两位 有什么样对政策的疫情吗 基本上在就是这一波台商回流 因为也牵涉到中美贸易战嘛 然后就是慢慢的 我们就是有看到一些运务报告是说 是用电基本上是会很大幅的上升 特别先讲能源的这一块 那我个人其实并不是非常担心说 之后可能便宜的用电会影响到说 可能台湾在能源上会更依赖便宜的辣媒 因为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很多国际大厂都已经在要求 所谓的RE100 也就是百分之百再生能源的使用 那在这个前提之下 就是这些国际大厂的供应链 很多都是来自台湾 那这些他们会要求 这些国际大厂会要求这些供应链 他们去使用绿能 那使用绿能的话 那台湾政府等于 他要有相对应的配套措施 就是他已经不是说我们传统说 我们从环保团体的角度 一个比较道德性的诉求 是说政府要顾及环境要绿电 而是它会变成一种商业上 工业上的硬性的需求 我们有时候甚至为所谓的刚需 所以接下来绿电倡议 就在接下来可能三五年的这个期间 它不只它工商团体 他们也会去要求说 政府能够更加速去使用绿电 让他们能够在国内去买到绿电 或是买到一个绿电的证明 让他们能够去做出口 因为除了刚刚讲到的RE100以外 好像欧盟几个月前 他们有宣告说他们会 接下来会推动所谓的碳关税 就是要针对他们 他们就是在进口东西的时候 会看这个商品的二氧化碳排放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只有政府 他能够去制定相对应的制度 那这制度在国际上能不能通用 会直接的影响到出口贸易的结果 所以总结来说 我自己不是非常的担心说 会在工商业团体的压力之下 不去做这件事 因为这些工商业团体 他们有时候影响得了 台湾政府也很难去影响到 国际上的趋势 所以他们甚至会协助一起推这件事情 刚刚今天又谈到了几个重点 我们其实最近就是 我国返回联合国的这个议题 是在国际间透过了 跟我们其实最近相当友好的美国 都一直有在被谈到的 我国确实现在不是联合国的议员 但是面对到巴黎协定 这个当代最多国家签署的公约 它的框架其实就是减碳 那这个最多国家签署的公约之一 除了排碳大国 美国加入后又 现在已经又退出了 不过我们不是协定 还有联合国的成员 这个是目前没有疑议的 您还是认为 其实这个联合国谈判桌上的协议 其实是会牵动台湾的经贸发展的 这是我刚才从您所分享的里面 所认知到的是这样对吧 是的 就是在2015年的时候 在联合国气候变化 纲要公约简称UNFCCC 他们就通过了巴黎协定 它基本上就是取代了原有的京都议定书 那其实我们为什么 这个题外话是说 我们为什么会说2020年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年 也是因为2020年 就是巴黎协定生效的一年 那今年底京都议定书 就是以前我们在课文上读的那个京都议定书会正式走入历史 那巴黎协定就会启动 那巴黎协定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 就是有别于过往京都议定书 就是各国会自己去提出他们的所谓的减量的目标 我们甚至为国家自定贡献或是英文简称叫NDC 是的 那这个东西就是在各国他们每五年会提出一个新的版本 那各国2015年他们有提一个比较宣誓性的等版本 那今年基本上在整个巴黎协定的要求下 他们应该要提出一个新的 那其实在这样子的要求之下 各国他们自己会去盘算说 我们他们自己的碳的排放药是多少 然后包含是说他们整个在进出口上面都会有些药 所以即便说它不是一个强制 因为其实在过去的一二经都议定书时代 其实各国发现就是说 就是国际间强制性的那个就是二氧化碳排放这些规定 其实对大国是起不了作用 就像您刚刚讲的就是 其实那个对就是像那个像美国在进出议定书 呃当时美国其实也有协助去去推进出议定书 但是在小布希上任之后 就是他就死都不签 就是因为美国毕竟他是也是一个传统能源国 就是就是他们也是产石油产煤矿 那就是也他们也为了他们国内的一些 呃不管是选民 对他们也不愿意去去那个呃去承诺这样子 所以所以在这呃十几年尝试经历就下来的时候 大家就是国际上就是把它调整成所谓的呃自愿性 大家都认知到气候别人是一个需要被面对的问题 那你们各国各自愿意提出多少 这就是所谓的国家自定贡献的由来这样子 对那所以所以是说那去台湾毕竟不是大国 所以所以你说我们呃即便不在这个协约那个协定的框架里面 那但是我还是要跟这些框架这些有加入的国家去互动嘛 那自然的我们就会受到一些就是国际间的这样规范 这样所以我个人并不是非常的担心说 哎我们被遗留在外面 那但这边会唯一会比较 我个人会觉得比较可惜的是说 因为我们长期的被排除在呃这些气候的国际讨论之外 那有一些机会我们可能是比较没有机会去接触 就比方说这个特别是在未来减碳或者减碳 或者我们称之为这气候变形调试上 它其实是有一些新的技术啊 甚至是新的商机的出现 那我们因为不在联合国的这个框架里面 所以我们就变成说比较没办法去去去去掌握 那讲具体一点的话 就比方说像日本有一个组织叫做 呃叫叫JICA啦 那那Japan什么的 那它基本上就是所谓的防灾国家队 OK 就是因为日本也是一个多灾的国家嘛 那他们其实有一组人 就是专门在做这个防灾技术 或是防灾救援上的研究 那甚至会有长期的一个地方 要怎么去减少它呃气候灾害的一个规划 从气象啊从地质啊从产业上去做规划 那他们其实在东南亚啊 或是说几几年 就是几段气候事件比较频繁的地方 就是很活跃 那台湾其实也是一个在很多地方 那台湾的防灾技术也也很发达 但是这方面由于说我们不在联合国里面 我们就相对比较少这样子的机会去做发挥 那就变成说未来如果在做呃外交这块 是在在国际参与这块 我个人是更期待说就比方说台湾 不只是防灾 防灾是绿能的一些技术 能够去可以去看到说一些比较 特别是开放中开发中国家 这些部分的以发开发国家 也都会是我们未来的市场 那我们应该更积极的去争取 那反而是说你国际协定的要求 或是规范这件事情上面 台湾其实呃呃是比较好 因为它并不是 防灾协定并不是一个非常强制力的东西 所以我不会说我们没做到什么被罚 被联合国罚 而是说我们跟联合国这些会员国 他们所承诺的事情 我们假设没办法去跟着他们一起 去实践他们的承诺的话 这些国家承诺的话 我们可能就会在贸易上有一些损失 建佑刚刚有提到的 就是国家自定的预期贡献 NDC 呃我想请教建佑的是 您如何看待在2015年的时候 其实我国也跟着国际的脚步 有自定了这样子的一份报告 就是呃自定预期贡献这个有出来 那您如何看待过去五年 2015到2020的 我国的气候变迁的因应作为 还有策略 呃在2015其实坦白说 当年能够去就把把把我们的呃温管法 能够去纳入所谓的长期简单目标 就是温管法其实它有法定的目标 就是在2050年要减少温市一半的温市碳排放 那呃进去一点的话 就是要减少到2005年的50% 这个是在我们的法律条文里面有写到的 那这个其实以当时来说是其实相当的进步 就是说那时候还很少国家把这样子的一个政治目标 写到法律里面 是的 有强制力 对所以没错没错 是以当时来讲 它其实呃算是进步 但是在这个制定的过程中 就是它其实并没有太多的利害关系的人参与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也是说我们这一年在 包含是说最对温管法修法的倡议 或者是说在游行上面 我们很强调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要求多元利害关系的人参与 嗯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在没有利害关系的人参与 呃政策目标制定的状况之下 就是有点就是我们是看 现在看到具体的就是我们在设置很多光电的时候 包含是那个那个 对日本师弟 对对对 因为只是说到底啊 就是其实蛮奇怪 就是哎为什么就是设太阳光电 它其实还是为了环保 就是哎我们有一个更勇气的地球 那它为什么会跟环保 或是或跟农地 或是跟林地这些东西产生冲突 对利益良上 对但是手段的部分 现在大家对于那种地面型的光电 去跟林地余温冲突到的 呃有很多的借口 对对没错没错 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写你的例子 说我们在在制定政策的时候 这些东西一开始就会知道 因为你一定是知道说你光电板要铺在哪里 你才有办法去把这个数字给累加起来嘛 那这个在2016年就知道的事情 为什么到现在2020年遭遇了才来处理 那这是一个就是当然就是有些时空背景 我们也不做多多做批判 那只是说这个经验需要被复制到其他的的减碳项目 或是气候变迁项目 因为其实太阳能它其实只是能源的一部分 然后能源又只是减碳的一部分 减碳也只是气候变迁的一部分 所以说我们在在在订定未来的能源政策 或是说在气候变迁政策 我们一定要更积极 政府应该更积极的去找未来会接触到的利害关系人 去去协商去研理出一个更适合的方式 因为其实基本上这些大部分去就是在抗争说 你铺光电版的这些族群 他们其实都不是反对再生能源 他们只是说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去这么 算是比较粗糙的去操作这样子的政策 那这个是在当年2015年在订定 气候变迁的目标上 就是少了这个利害关系人的参与 这是一件事情 那另一件事情是说现在到了2020年 就刚刚有讲说2015年我们做了这样子 205年50%减量入罚这件事情是一个轻破的事情 但是这5年下来 其实各种包含是技术或者是说减碳手段的 都一直有在进步 那其实在这两年有越来越多的国家 欧美各国甚至韩国 他们都宣告了在2050年要做到所谓的净零碳牌 也就是说就是零碳牌 这简单就是零碳牌的意思 就是说他们 我们就是要就是做到2050年50%这样子 那这个是我们觉得说有一点不符合时代潮流 那当然说到2050年50%这件事情 其实本身就已经是很困难 然后你还还到0%这件事情 那我们也可以理解说 以行政的角度说这个事情它不确定已经太高了 但是其实这个也就是为什么巴黎协定 它要设定一个五年为一期 要去检讨目标的一个机制 它其实就是要避免说我们长期被锁在一个 第一 我们英文叫做low ambitious low ambition target 就是第一野心的目标 就是它被避免长期被第一野心目标给锁死 才设定这样子五年一起滚动调整 那当然说中介他搭配非常多的配套 要去做这件事情 那这边可能稍微再多讲一点 就是说除了五年一起要做这件事情以外 在国际上他们也设定了说 比方说第三年要做什么 第四年要做什么 第五年要做什么的一个 就是除了五年一起的一个规范 因为我们其实看到在第一期 就是2015到2020国内 它要在就是这五年间要减两%的碳 那其实在整个行政体系上是做的相当的 可以说涉及相当的粗糙 因为你说2015年公布了这个法案 然后你说真的这个减碳的这些方案到 我印象到2018年的时候 才在行政跟立法机关 这个他们减碳方案才通过 然后2019年就准备要提 结案报告 然后开启20 对就是所以你说你这样子的 你提成定出来了 这政策出来 但是你没有配套去让它能够真正去落实 所谓的滚动式调整 滚动式调整是你要去检讨说 你这五年做了什么 有什么都可以改善 而你根本连没有保留这样的时间 那这个部分我们就非常希望说能够参考在国际上 有一个叫所谓的 所谓叫 global stock 就是我们讲全球盘点 他们就是一个相对比较完整的机制 去包含是从第二年第三年的资料收集阶段 然后到第三年第四年的技术评估阶段 到第四年第五年有一个叫做政治协商阶段 那个就是说各国他们喊说是一定贡献 可是可能好像还不够 那巴黎协定他们就出动就是协定的秘书处高层 去跟各国做游说 各国是不是可以来多做一些 多承诺一些 对就是那国际上会有各国之间的减量责任的分配 国内其实也会有所谓的部门之间的减量责任分配 交通部门建筑商部门能源部门 是不是也需要有这样子一个 我们讲白坏的桥的这个过程 你这个时间放的越多 你越巧你把越多厉害的冒险人放入纳入考量 未来所定出的计划就更有执行性 所以这我觉得是我们可以在国际上看到能够 国际上的巴黎协定的经验可以被借鉴的地方 这样子 是因为土法难以制行 有目标了有骑成了 虽然2015年就有温管法了 但是我们却看到配套的措施的不足 或者说延迟才推出 对 因为这个国际间的巴黎协定的这个国家自定预期贡献 预计都是每五年来通盘的检验检讨一次 所以照理说我国也是2020年会要再一次的提出了自定预期贡献 那我知道台湾青年季后联盟在9月的时候 透过了大游行 就是希望来谈一谈六大诉求 15项具体的行动 可不可以谈一谈这个游行当中的内容 是 那我们在其实2020年巴黎协定下的各个第二国 他们都要提出他们各自的NDC 也就是国家自定贡献 那台湾虽然不在里面 就刚刚有今天有提到 那我们也必须要呼应到 就是国际上的气候谈判目标 那刚刚今天有提到 其实台湾在因应气候变迁的行动 其实非常不积极 在过去五年来说 就算2050的目标定的那时候是很积极的 那我们的因应的机制也不完整 所以我们在今年的时候 台湾气候联盟决定要响应 国际上这个 Fridays for Future的 气候霸课的一个串联行动 那我们就是借由这个游行 然后号召大家一起到 环保署立法院 然后我们来诉求我们对台湾 修订气候政策的一些建议 那我们就提出了一大框架 就是刚刚说到的六大诉求 十五项行动 那我们第一个大诉求的话 就是我们希望跟国际一样 2050年以前要达到净零碳排放 那里面包挂了就是 2050年净零碳排放的政策目标 还有提出2030年的时候的中程能源配比 还有以净零碳排放为基础 然后来检讨各部门阶段的管制目标 那第二个的话 我们是希望政府可以把气候变迁 视为国安危机 然后由总统府或者是行政院的层级 来负责统筹 那层级是拉高了 对 因为原本是由环保署 对 那我们希望服务院层级的统筹单位 也可以成立一个气候变迁的汇报 来处理气候变迁相关的政策 然后这样子跨部会的沟通 还有资源整合都可以更快速 对 那第三个诉求的话 我们希望政府也可以提出 台湾版的绿色正纲 然后来促进我们的产业的勇气发展 我们希望政府可以推动绿色产业转型 绿色正纲 对不起打断评语 它是台湾版的绿色正纲 您谈的这句话 使我意识到 它可能原本是在 以开发国家 工业大国里面 有国家在做事吗 对 没错 其实欧盟在去年12月的时候 有提出 欧洲的绿色正纲 哦 2019年12月 是 对 那他们 他们就是对 未来三年的政策的行动路线图 都有 在绿色 回应到他们的绿色正纲 然后做出 永续发展的一些政策 这样子 那显示他们 那我们希望台湾也可以跟上 对 有相当的企图心 因为 以三年作为一个旗程 然后 这当中有 明确的做法 那其实是 它这个正纲 已经可能 不只是纲领的层级 它某种程度已经包含了 其中的 就是战绩和战术了 对不起 我刚才打断您在谈六大诉求 请继续 不会不会 好 那 接下来我们的诉求就是 我们希望政府也可以 只是在做 气候政策的同时 也可以提升全民对 气候变迁的认识 还有 我们聪明对 气候变迁 因应气候变迁冲击的能力 OK 像是我们希望 气候教育可以纳入 教育的课纲 然后我们希望可以开发 工作 绿色的工作机会 然后 还有 把一些资源都投注到 投注到最多 受气候变迁最多影响的一些 产业跟劳工 这样子 那 那第五个诉求的话是我们希望可以纳入多元族群来一同讨论 国家气候政策 那多元族群主要就是 UNFCCC所定义的非政府组织的九大厉害关系人的社群 OK 那 我们希望纳入多元族群来共同讨论国家气候政策的同时 我们也希望可以邀请青年或者是儿少代表来召开气候国事会议 因为他们是呃 呃 呃 气候变 未来气候变迁下 所以呃 在他们中壮年时期会面对到这些冲击的 是 呃 一个世代 是 是 那我们 那其中 更希望可以包括呃 文管法的修法可以纳入公民诉讼的条款 哦 纳入公民诉讼的条款 是 这个部分 对不起 因为一旦涉及到 就是有呃 法律动作来说的话 它的强制性其实是很强的 这个公民诉讼 它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说呃 这个小虾米可以对抗大鲸鱼 也就是我们公民认为政府的因应气候变迁的具体作为 并没有到位的时候 我们可以依法提起诉讼 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 我这边稍微做一下补充 就是 其实我们看到过去几年 就是有很多国家 包括是西班牙 美国 还有呃 澳洲 他们都有一些青年团体 对发起 对呃 呃 政府的 就是气候的 公民诉讼这样子 就是基本上就是如主持人所讲 就是说呃我们 认为说在政府制定气候政策还不够积极 就是对于减碳或是调试的行动 不够积极的时候 我们能够有一个路径 能够去对对政府发起这样子的一个行动 这样让它变成 就是变成一个 让它能够透过透过这个手段去 推进政府在气候变迁的 的积极度这样子 嗯嗯嗯嗯 了解 哦好凶哦 不过听起来呃民主国家本来就是呃自己的权力必须自己去维护呃气候变迁在现在许多的呃世界上面各处的新闻我们可以认知气候变迁或者是具体而言暖化已经成为了一场所谓的五国界战争 如果各位听众朋友觉得呃中美的对峙呃目前全面化可能不止以前从科技战媒体战甚至现在是外交战互撤使馆都有 但是这个还我们还可以理解为它主要的战场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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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都会供应链都会受到影响但是主要可能还是呃呃中国大陆跟美国的G2 可是气候变迁带来的灾难还有粮食的短缺这个五国界战争是现在就已经在发生的事情了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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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更加的严重 这就是为什么 2019年的时候 在英语世界里面 含水可以解冻的 这个很有power的牛津词典 把年度代表字给了气候紧急 听众朋友不是变迁 是已经紧急了 已经这么严重了 补充一下 就是我们希望可以增加 气候科学研究资源 因为气候科学的研究 算是所有气候政策 或者是气候行动的一个根基 依据了解 对没错 那我们台湾对于气候科学研究资源 其实在相比国际上来说 是比较少的 那也研究的能力以及能量 应该说能量 其实也不太够 所以我们希望政府也可以 增加气候科学研究资源 了解 这样子可以以 我们以国内外的研究成果 来作为政策依据 有道理 因为听众朋友 这个政府不是公司 它每一分钱 其实就是你我纳税人的血汗钱 它不是像公司一样 自己还可以有身材 除非有时候收收罚单 所以因此钱要怎么花 这个花在刀口上 有所依据就是丙这里切的大块一点 这里切的小块一点 有事实以及科学研究的根据 这个恐怕是这个在分配上面的最佳的 最有效率的方法 对不起 评语请继续 对 那其实在刚刚提到的六大诉求 那如果说政府对于这六大诉求没有重视 或者是说他们这边没有积极的做一些气候政策的修法 其实在他们的原本设定的2050减量目标 就是希望可以在2005的50%以下 其实我们政府应该要更积极的提出 比这个还要积极的一个目标 像是我们刚刚提到的2050年前达到净零碳排放 那再来是我们也需要政府来提高 提到对切后政策的修法提到到府院层级 来对应到国际的标准 所以我们才会希望切后变迁可以视为国安危机 嗯哼理解 那对于我们纳入多元族群来讨论国家切后政策 是希望因为台湾是个不同族群所组成的社会 那有很多很多的不同职业 那大家在切后变迁之下 其实都是面对着不同的挑战 所以我们希望政府在订定国家的切后政策时候 可以纳入多元族群来听听不同面向的意见 然后一起讨论国家未来切后政策 我觉得平玉对不起打断你 您现在谈到了这个族群的这个部分 我觉得是呼应了刚刚其实建佑在谈的 要有更多利害关系人的参与 他所制定出来的东西更能够符合社会的脉动 您刚刚谈到的族群 我理解它的意思是说 像是比如说美国是民族的大熔炉 它会有非裔会有拉丁裔 然后会有欧洲裔的 是这个意思吗 还是其实您要讲的是说 不一样的专业领域的从业人士 其实主要是不同领域的从业的产业 这个很重要 像是我们的多元族群的定义 我们就是参考了UNFCCC 他们NGO所定义的九大族群的 帮我们科普一下好吗 帮我的听众朋友科普一下 好 九大族群 那主要是像是农民 青年 OK 妇女 然后工商业 研究机构 还有地方政府 还有原住民 然后还有所谓的劳工团体 我想这个几个最具有代表性的 其实都已经有扩及 这样我觉得九大族群 这一个来自就是联合国 它下面的刺激组织的一个定义 其实对我们是相当有参考性的 对不起打断评语 请您继续 不会 那最后的话 是投注在气候科学资源上的一个分配 我们希望政府也可以投入更多 不管是资金还是资源 来让我们 因为气候变迁其实 呃 带来冲击 其实也有区域性的差别 哦 有道理 呃 对于未来气候的模拟 或者是环境冲击 所带来 所以呃 所做的模拟 都是必须 由我们台湾来处罚 因为我们台湾是最了解 我们自己的区域特性 本土性 所以我们 对 所以呃 就算全球上已经有全球的一些模拟的模式 那我们也必须做一些呃降尺度 或者是说呃我们自己的气候模式来模拟出未来所可能带来的冲击 嗯 来提供我们自己的台湾政府去做一个因应这样子 嗯嗯嗯嗯嗯 了解 对 啊 在关于这个呃 联盟九月的时候的大游行 还有任何两位想要补充的吗 哦 我这边可能稍微补充一下 评议讲最后一点 就是在 呃我们为什么要做自己的模式 其实我们常在讲气候科学会看到说 呃未来可能升温多少 就是说呃我们在哪一年会升温到几度 那这些东西其实它毕竟是一个全球性的尺度 那在台湾毕竟有台湾自己的自然的环境 那还有不同的生态的状况 所以这个东西就要就需要用一些比较呃专业性 刚刚评讲降尺度 降是下降的降 降尺度的一个一个手法 去去把国际上的一些推幅报告 能够让它更本土化更落地 嗯 那要实际做什么呢 比方说呃当然有时可能比较直觉是 呃在升温路径之下台湾会的强度 和呃和那个次数可能会增加 那增加我们需要做什么样的因应 嗯 还有比方说像我们如果是升温1.5度C 或升温2度C之下 我们有哪些农产品可能会种不出来 嗯 哪些就是农业渔业 还是说呃我们既有可能在在那呃呃馨 可能既有就是桥梁 道路或是一些建筑安全的一些规范 可能是过往是在一个比较呃 выс 呃不是在一个希 забirdian 状态天下 所订定的这些安全系数 是不是在气候变性的状态之下 就是更高的温度 更高的湿度的状态之下 还能够适用 这些都需要被通判检讨 那检讨的前提 就是我们要有一个 本土的一个科学的标准 能够先出来 后续要执行减缓跟调试 那除此之外 除此之外 就是这些自然科学的推广以外 社会科学也需要 被大量的去应用在这上面 就是我们自然的科学的 结果出来了 那社会科学如何把这些 资讯知识能够去转化成 社会大众或者是说政府机关 能够去操作的 比方说 我们在我们定出的这些 好像是降雨量啊 或者是说海平面上升 那它如何去转化成 所谓的风险意识 那有哪些厉害关系需要沟通 然后有哪些 就是因为这些图表 可能就是 就是科学家或是专业人士看得懂 但是 超受期后变迁的是 所有社会大众 他需要更有效的资讯沟通 那这个就非常仰赖 社会科学的专业 在里面去运作 所以我们在提 在提第六项诉求的时候 不只是说 资产科学 我们需要让更多教授做这件事 而是说更多的 民间的机构 包括是智库啦 或者是说一些组织 他们能够进来 地方政府去 能够去使用这些科学家 所研究出来的结论 然后实际执行在 就是我们每一个受到 气候变迁影响的 敌海关系人身上 透过建佑 您刚刚的举例啊 我真的意识到 哇 那气候变迁 真的对台湾来说 是国家安全 这么最高的 这样的层级 因为比如说 谈到了就是粮食的量 还有粮食生产的安全 谈到了公共建设 我们的桥梁 我们的排水设施 是不是经得起 就是这个天气灾难 这种急降雨这些 这其实都是过去 我觉得这两三年 台湾的民众历历在目的 有时候甚至会 在五六月的这个急降雨 就瘫痪了我们的 国家门面桃园机场 也是过去曾经 发生过的事情 我在节目最后的 这一阶段 我其实相当好奇的事情 是说 在台湾比较多的人 认为气候变迁 是所谓的政治冷门的话题 那不敌所谓的五缺 就是在招商引资的时候 常常说缺水缺电缺地 缺人才这些五缺 那也不敌所谓的核绿对决 这一种每一次到了 总统级的大选 它就是明星总统候选人的 罗马竞技场 都是到底核绿能 能不能取代核能 到底安不安全 会不会缺电 这样的情况 2019年气候紧急 跟2020年的夏天 酷热难耐 可是也因为有 新冠肺炎的关系 所以转移了焦点 我刚刚说了上面的好多事情 就是在说 暖化 然后天气灾难 往往都被 大家排到 关注的序位 比较后面一点的 层级 可是你们 这一群人很特别 台湾青年气候联盟 我认识的大部分的成员 是从校园当中 就关怀这个议题了 能不能谈一谈 为什么你们觉得 这个议题特别的重要 那又或者是说 你们在过去十年 联盟成立以来 你们观察 同侪或年轻时代 要怎么样唤起 他们的关心 还有身体的实践 我觉得像我现在 目前也其实是 大学四年级 所以其实在气候变全下 我觉得最关键时代 就是青年 因为像我现在 21岁 那我到了2050年 那时候我可能才50岁 那刚好是我中中年的时候 对那时候你是社会中间 许多的可能政策 是由就是你们这群 在各界担任主管人的 在做决定的 你们会影响到 你们所带领的一大群人 评议请继续 而且更是我们 接近享受生活的一个年纪 对啊 那那个时候我们成长的城市 它的环境会变成怎么样 所以我能不能回到 我大学时候去玩的海边玩 有道理 那时候已经淹没了 或者是那时候的空气啊 水 或者是有没有很多天然灾害 造成很多 我们的朋友 然后受到伤害 等等等等 都有可能会发生 那对于 比我更小的 像是国小 国中高中的学生 甚至是幼稚园小孩 他们对于 气候变全 是如何影响他们未来 他们其实是不清楚的 所以当然也没有办法 为他们的未来 就是发生 或者是做决定 所以如果我们没有把气候变迁 这个知识啊 或者是说这个议题 带入校园 他们会更没有办法去面对 未来气候变迁 带来的挑战 了解 今天又有什么要 对对不起打断 您请继续 我只是觉得 气候变迁这个议题 它是一个跨领域的一个问题啊 那它的面向可以涉及到 就是各个职业 是 那在我们这个年代 刚刚有说到 就是20岁 其实20岁到40岁 这个青年 就是在一个追求梦想 或者是说在职场上 往上爬的一个年纪 是的 所以如果大家可以多注意 多关注气候议题 环境议题 然后是由自己出发的 就不管是在生活上 或是工作上 都可以朝着 环境友善 气候友善 这个方向去努力 然后再来影响 身边周遭的每一个人 我相信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每个人成为这样的一个波源 那他们 那我们对于未来 气候变迁所在的挑战 是可以一起面对的 联盟怎么样去把这样的 您刚才用一个波源 就是 姑且就说是一个发动者 联盟是怎么样发动 来唤醒大家的关注 其实在这 这三年 我们台湾青年气候联盟 有一个气候盘点计划 是 那我们也涉及到 我们也接触到各个校园 然后各个可以说是企业 也可以 然后我们就是 有到各个地方去做倡议 或者是把教育带入 国小 或者是国中 对对对 来让每一个人都可以 成为一个气候鼓掌 那也是我们其中一个行动 对 有点像每个人都是种子 没错 嗯 了解 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这边最后可能也是补充一下 因为 毕竟 气候变迁 像刚刚评议所讲 就是 气候变迁非常大 然后我也是希望每一个专业 每一样 每一个角色 能够在他的专业领域里面 能够更带出一点 呃 气候变迁的一些 关怀 或是说他个人在专业上的看法 就比方说 可能我们在讲 呃 要减少 减少一些一次性塑胶 那毕竟也是化石 呃 化石原料所 是化原料所产出的这些 东西呢 可能有一些在工业工商业上 他们必要的原料 那只有在第一线操作 或是真正在那个 可能工厂里面专业的人 他才会知道说 呃 这个呃 可能比较污染性的原料 它是不是那么必要 或是它有什么取代性 嗯 然后 只有在第一线操作的人 他才能知道 他才会最清楚说 呃 哪些东西他可以用什么替换 可能会 维持原类效果 甚至有更好的效果 所以我们希望说能够呃 不管说呃 这个我们参与赔利的伙伴 他是不是最后投入了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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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比较广义的 呃 比较狭义的气候行动 嗯 或者是相关产业 嗯 他其实都可以 因为他的角色 因为重视气候变迁 然后对于这整个气候环境 进一份心理 我们希望是去做这样子的观念 去传播这样子 其实人人都可以为呃 气候变迁附上一份行李 并不一定这是一个高大上 只有专家学者才能够呃 去出声音的一个议题 我今天非常感谢台湾青年气候联盟 TWYCC的前任的执行长 柯健佑还有举办青年抗暖大游行的总招 赵品玉接受我的专访 谢谢两位 谢谢主持人 谢谢主持人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 这个节目是由台大风险社会中心 与我们所共同制播的 陈伟在这里祝福大家平安喜乐 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拜拜 拜拜